這個訊息 我們大家就這樣 都上過地裏好 黃河 全世界最混合的河川 結果呢 他們調查結果 黃河泥沙淤積 黃河龍門 以上的河川 每年從坡面侵蝕下來的厚度是7厘米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台灣南部的河川 侵蝕每年是30厘米 是超貴黃河的三倍 這個就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的土地 所以現在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對台灣的土地 重新了解 重新聆聽 政府二度星是一個開始 我們的政府官員 很多人也看過政府二度星 三星 剛剛就像剛剛講的 需要好的公寓 如果他認為他這樣做下去 人的梅 都在官員 就不敢做 曹建長是很少住的 就是說 不要緊 你去看看 這個中國伯 先做 先逢梅 但是先成功 在現在的世界 一搶得先機 就搶得商機 所以再一次報告大家 我們屏東的立委 潘孟南委員 跟我是早處在立法院 針對綠色能源 再生能源 有提出法案的 那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去年通過 所以我們現場 就利用這個條例 對我們 太陽能的優惠的殿下的補助 要來協助我們 無法做風災 這些 連無修 去給病死 不適合不借的 這些 無法的養殖業者 他也無法做 按我們的 一千兩百億 這個 巴巴風災 特別條例 去做基因 來統建的 這些 鄉親 要把他們拿出來 出路 我相信 這條例是 這條例說 未來就是我們台灣的出路 我們感謝大家 我們鄉親 要訪問這個 我們小朋友優先 小朋友如果舉手 就優先讓小朋友講